港鐵五個新鐵路項目將會陸續上馬 預計要招聘大量人手 為解決需求 港鐵和17間承建商 會在星期六日在紅磡合辦職業博覽 港鐵說2013年是鐵路建造業的黃金時候 呼籲年輕人入行 鐵路這五個大機項目 過幾年有很多機會給年輕人入建造業 港鐵指這次目標是增聘2,400名工人 主要是建造及技術人員和測量師等幾十個工種 月薪介乎9,000到3萬多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許俊傑報導